我是郑鸿怡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多转世界 我们今天难得邀请到的是 刚被民进党小英主席曾召为台中市长 代表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 蔡奇昌立法院的副院长 副院长你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奇昌 恭喜 恭喜也就是党党党 党党党 因为台中市老实讲也不好选 那那天小英跟你召召的时候 有什么给你支持吗 没有因为召召的时间 我人没有在现场 因为我不是选对会的成员 只是说之前在召召前 小英有叫我去记民 我总统有清楚跟我问 我到底 这备战的情形 每个是怎样 我有很想要跟总统报告 所以每个主要就是在说这一件事 台中市的整体的氛围 路市长的执政 我自己的备战状况 大家看看这个 对对对 台中很特别 我记得2014年 林嘉隆市长 他好像赢了 赢了20几万票 到2018年 林嘉隆市长赢了20几万票 可是到小英总统2020年选总统 好像赢了30几万票 对对 台中为什么会变来变去 这台中市 我觉得市民 对政治对政治人物很挑剔 这是进步生气的象征 我们就说 一个进步的城市 必然对政治人物残酷 这就是进步城市的象征 那或许台中也位置台湾的中心 台中人比较不特别的既定的政治立场 或者意识形态 所以 相对上我们每一次的选举 都会出现这个五五波的状况 只要双方候选的人选 条件不要太坏 大概都差距不会很近 所以台中市 孙明习惯上 他没有特定的既定蓝或既定绿 所以我经常说台中市 又蓝又绿 可蓝可绿 这就是台中市的特色 用选票来看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这边台中市一任的话 看起来如宣愿可能会不会掉 我希望你一语成诚 我希望你讲得真正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看台中人 他们这几年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空气 没有错 那如宣愿都说那是中火 就是民进党中央 他一直说中火要开到什么天堂 什么火力发电 到底他这几年现在就要四年了 那台中的空气有改善吗 空气改善的问题 我想市民感受最深刻 我们大台中最清楚 其实大家还是感觉空气 还要吃败 那如果以数据来看一平 不比林家梁的期待 更好 更进步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我想 其实空气改善 不是没有机会 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其实卢市长他并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给宏怡哥说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我在立法院有拿一个案 这个案已经在立法院通过 一个主决议 这个主决议的内容就是什么 就是说其中主决 跟台中火力发电厂 就是我们中火 所有的燃煤机组 都把它改成燃气 全部稍微稍微 然后呢 最后一步基礎 在2035年就要上线 简单说就是说台中市的中火 在2035年开始 所有的燃煤都退场 改成燃气 这就是说 最后一步基礎 如果要退役要到2045 所以我提早10年 任何人做一个主决要提早10年 所以 这件案这个提案 老实说 在我要提案之前 我听我的无聊 去跟盧秀燕的无聊 大家协商 要协商什么 我希望用我的提案 来变中火 变台电 可以快速 让空气品质变好 简单说 把燃煤改成燃气 我叫盧秀燕 是不是我们做会 我们一起来提 提这个政治主张 我们在这个議題来合作 让台中的空气扎一件变好 后面就是因为我并知道 会征召我嘛 我也说 我说后面有一个天 真的我们两个去当中 我自己参与 我们在别的议题上面竞争 我们不要在这个议题上竞争 因为我们如果能早一天 让台中空气品质变好 市民就少受一天的苦难 但是这协商 不好意思 盧市长那边并没有带我 他们并没有支持我 所以没有支持我 我只好自己在立法院 透过立法的政策 提案 做成立法的主决议 所以我这个主决议做到 台电很辛苦 台电 我要提借主决议 台电也一直来跟我交通 意思就是说 不能再放鬆一点 让他们更好做 我说不行 这一定就是要 台电你要先自己做 政府要对空气变好 要先自己做 我很可笑 我觉得当时是很危险 就是说 盧市长可以跟我共同来合作 其实今天空气 所改善的品质 一定会提升很多 后来台电开始做第一个基礎改善 台电也发报出去了 但是呢 这个台中市政府 就用 劍角来卡 因为你要去新的这个 燃煤基础 你就要台中市政府 同意了 台中市政府用这个 劍角 来卡住 台中 台中 会来发电称的燃气机 没有办法去 总共 台中一直拜托 一直申请 这样当一年 这么做 最后没办法 不是怎么要过 没办法 只好中央用特照 就是中央用特照的方式 才让中央燃气机 主开始可以充当 这样正后万一年 现在已经在四天了 现在已经在四天了 中央用特照的方式处理 我要说的就是 什么也就特照 特别特照 电政府你没道理 你要发你不要发 中央直接发造 给中火去兴建燃气机 这叫做特照 用特照的方式来发 才开始可以充当 我说这真怕胜就是说 你取护照你说盧市长这么有心 你经常说市长换人 空气换心 对 喊得漫天假想 但是该可以让你做的事情 你不要做 你把这个事情 卡 卡 弄 弄 弄 这实际上很没道理 这就是因为 主要我在空市面上 我有什么强力 在配方盧市府 原因就是在这里 你弄这些道理就没有 你这为台中人 你够弄一天的燃气机组上线 就让台中人结束一天的团团 这是完全没合理 你刚才有说 你叫你的幕僚 送那就是2035年 把燃煤都改成燃气 但是你说他的幕僚没有同意 为什么他不同意呢 他的理由当然很多 比如说主要我印象当中 记得很清楚 双方幕僚协商 他们的幕僚意思是说 要先拆后建 先要把燃煤机组 剃掉 才能替燃气 是 我也有给他们改税 我也在公开任媒体 我也改税 我也在 董水时的资云师傅 我也投书 把我的理念说得很清楚 我说台中 你楼市府难道不招商吗 你敢不让台积电 继续在台中建 你敢不让友达来台中投资 台中投资 你把燃煤随锅拆掉 燃气也没去 随锅拆掉 你就让台中 这一时就没电了 你不能做这种 这么荒谬无地乎的事情 才有可能先拆掉 我们去买一只新车 我们旧车要换新车 我们也是要等新车到处后 我们才把旧车买掉 有些人这早上 我说好 我准备要买新车 我就把旧车拿去买掉 然后我开始用走路的 走到新车来 有些人这样处理的事情 所以你要主张 去把燃煤机组拆除 再来起燃气 这倒是说不通 因为台中市面的没电 人要来投资 台中有缺电 市场你要怎么去招商 第二点我也说过 我说燃煤机组 我们应该部分的机组要保留 简单说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起燃气 一直起 每起一组基礎 我们就停一个燃煤 每起一个基礎 我们又停一个燃煤 起到2035台中 刚刚全部没燃煤 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燃煤停起来的 应该保留啦 保留整座 有什么保留整座 因为我们知道天然气台湾没有 但需要外国进来 但是你也知道 譬如说现在俄国跟乌克兰在战争 如果台海有什么危险的时候 不要说跟台海危险 甚至如果有风台 丁丁的这些天然的因素 所以我们的船 这个瓦斯船 如果没有办法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国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保留 看到时候专业评估 没有用的拆掉 那保留是不是保留几组 让这个几组可以作为未来 备案备员使用 就是有一天台湾 真的不加速的时候 我们还不停电 因为可以重启嘛 我也说过 重启不是中央说重启就好 也不是台电说重启就好 重启要申请重启的接责 英文接责 要有十几张在市府的手 所以这也不可能说台电 自己说要重启就重启 也不是中央说要重启就重启 需要中央跟台湾共同会合 评估 有需要真的台湾回到国安问题 大家才会来重启 所以我 因为我这个制度很完整 也很理性 也很合理 让台湾没缺电 让台湾没缺电 还让台湾的空气可以变好 就是我同意 所以先拆后见 他一定要先贴 这个我觉得 跟东西是我们两个很大的争议 所以这个 有关台湾空气 所以无改善 反而恶化嘛 是 那台湾啊 因为我看这几年很奇怪啦 就是说经常看到年轻人啊 那些什么 这个抵安这几年是什么 抵安我想大家透过 当然我说过嘛 政政单位一直公布数据 说他们哪一项第一名 哪一项多好 我是觉得那数据都没有意义 人民的感受是最直接啦 人民的感受 所以这几天大家看到 重大的新闻争议 像那 只是因为这个按喇叭啦 拖出来打啦 这种新闻事件 老实说在台湾 实在是层出不穷啦 所以台湾人 普遍你只要问 大家都感觉 老市長做市長了 抵安啊 这不真好 抵安不真好 我们不是抵安 不是街头的开枪啊 丁丁的抵安问题 你看 孩子被虐童啊 群体的 那不是一个啦 如果我们去逛街 说人家只有一个 这样无理 你那样坐的街二连三 那也已经发生过了 你市府也去介入了 介入了又继续捏童 这实在是老实说很多 爸爸妈妈 我只在这时间里面 很多人对这很厉害 所以我问这在听 号称市长妈妈 难道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我没有以偏概全 如果我今天拿一个两个 要拿出来说 我想 你的同事件在台中 有一段时间 成组不穷 其实你说全没解决 我也没感觉全没解决 他还有没有隐藏的个案 能不能制度性的去防范 我都感觉这个都是问题啦 所以 所以一个市长妈妈应该让孩子 让市民感到安心 一个市长妈妈应该让爸爸妈妈感到安心 可是事实上我并不觉得 他这三年多来有让市民感觉 哎台中变得已经特别的好 好到让大家都非常的放心 我并没有感觉 听他说他做人不错呢 人不错呢 不错 我也要跟他合适 他做人很成功 你看他 你看他理政的生日 他就卡电了去理政 啊住生日快乐 啊 看到人都笑美美 啊 就常常你有奖争达 去到哪裡就 就变医生 就賠励 就跟市民有奖争达 送励励 啊 真的做人 我不是说真的做人不好 做人哪也不好 真好啊 但是市长 应该要先做事情 很厚做人 這就是臉書的發展不太好 臉書的是一個安居樂業 就是說我在這個臉書 這是一個宜居 讓我吸到很清潔的空氣 讓我在這裡散步很安心 讓我在這裡 我在上班 孩子去讀書 孩子去保姆那裡 都覺得很放心 年輕人在這裡可以找到很便宜的社會住宅 在這裡可以很快找到頭路 這不只是一個移居城市 應該要展現出來 但是我感覺都沒有這樣的一個 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感覺 偶像人的市長都是不好 但是創始終要強調的是 偶像人的市長 比偶像人的市長更好 當然要比偶像人 我也不會太慢 我當然也很好 沒有 我要怎麼做 所以如果要做人 我也很會做 還是我在市長 就是要市民的困難解決 把這個城市最嚴重的問題要解決 或者你手上有一堆預算 那你預算就像聖誕老公公一樣 到處發預算 大家看到以來都會拍手啊 這個城市最困難的不是發預算 這個城市最困難的是市民 比如說交通的問題 他面對每天的塞車瓶頸 交通的瓶頸 他怎麼去把它打通 去把它克服 他面對空氣每天要可能 面對的在特別時段裡面 空氣會非常不好 這些困難的問題 你每天都在政治操作 你動不動台中市不好 你就怪中火 中火要不要強力監督 我才是強力監督中火的人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也是中華直報聯盟的這個會長 蔡其昌蔡副院長 那小英已經跟徵召 這個來參選台中市長 也就要連任的盧秀燕市長 那剛才有說到這個 台中空氣的問題 以前台中空氣的鐵步 並不進步 那另外也講到這個治安 治安過去的台中 說是來台中空氣的鐵步 很奇怪 很慶祭之多 那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請教一下 這個蔡副院長 對台中他的看法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多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法院的副院長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院長 蔡其昌副院長 他現在代表民進黨選台中市長 同時他也是中華職棒聯盟的副院長 那這個中華職棒聯盟 現在已經有六堆了 有一堆是你去叫來 有一堆是我做副院長 這一年人中去完成 這也是叫不太記得 這就是能力 當然這很困難 這職棒今年33年 他參加最久的通育 他參加32年 他廖32年 每年都廖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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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育基本上平均每年都廖7年 每年都廖5年 廖5年都廖5年 這樣喔 董醫師算經營的不錯 他已經算了 也經營這麼久了 30年了 每年都廖7年 任何一個要來參加的人 看就通育就差不多爛5年了 但是 我們就是要 講到讓大家 開心甘願來參加 來支持 做第六堆 對數比較多 比較精采 對戰組合 他多元 大家這樣比較趣 對 另外那兩堆在打 這樣怎麼會好看 對 本來四堆說實在是不好看 因為太少了 對戰組合太少了 如果這樣想 我記得球迷最多的可能是中信 中信兄弟 對 中信兄弟最多人 他還了解嗎 對 也是還了解 這樣喔 他一年要了解多少 一年也是像他走不去 沒有一堆 節約以下的 那年票房比較好 譬如說他打到總冠軍 有可能會控制在節約 還是節約以下 我感覺我英雄當中最厲害的時間 有一年的樂天 幾乎 那年幾乎 沒什麼了解 這樣就對了 所以差不多大家都知道 多少 樂天現在 這個球技 現在是戰績最好的 目前最好 目前樂天現在成績很好的 今年打到很好 開季到現在 為什麼是因為日本人買去 所以 戰力如何 我也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 球是圓的 這開始比賽 這 我們這四月分而已 我們才打到年八了 所以 我現在把俄羅斯散後 我的脈的脈就漏開了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隊 就是樂天 他這個月打得特別好 他有一定的原因 就是說 他的頭手 他的眼睛 他就很 有水準的發揮 是 有一些球隊 譬如說現在目前富邦最壞 富邦最壞 富邦最壞就是 失誤很多 再來 豆手 你看江紹慶 富邦最用的 也是台灣薪水最大的 豆手 你看他今年 四月分就打得很壞 一天 幾乎 一天三個就打不散 兩天都這樣 打不散 還沒進入狀況 這跟球技開始 有時候 這個 這個 最佳狀態還沒調整好 多少也都有關係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性質如果比較好 他就有可能得了比較少 如果性質比較壞 通常那年他就要了很多 所以我實在 南米古 劉寶佑劉董 劉寶佑劉董 他幾乎每年都拿冠軍 也是了解 對 他也了解 我聽他們說過 他們最好的時候 就很壞 幾乎沒什麼 這是他們最好的 輝煌時期 啊 未來台灣的壓求 到底會賺錢嗎 我今年會賺錢 我一直說過 我做會長 我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我跟大家承諾 因為我覺得 政治人物說話 盡量去 不要黑白臭 我做會長的時候 我說第一天 我要讓職棒找到第六隊 我就找到了 我說要找到第六隊之前 我要先讓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26條之二通過 這條要說什麼 這條很簡單 就是高雷企業 來支持體育 贊助體育 你就可以相對 100塊的費用 低150塊 可以結稅 稅有稍微給你優惠 但是你也沒什麼政府療養 我是設計療養 給你拿錢出來 所以其實政府也不可以說政府吃虧 這是一個誘因設計 企業可以幫忙體育 我也通過了 我也是 溝通 朝野 各黨團 還利用 我們奧運打得很好 比賽得很好 所以我做這奧運的選手 體育界的頭人 大家來立法院 每一個黨團 一日去稅候 大家黨團委員都很支持體育 就順利過關 第三件事 我說 我要把職棒的秉座做大 因為運動產業 我兩條例過 讓大家感覺 讓企業感覺 唉唷 這樣我可以撩得比較少 第二件 我要把秉座做大 就是說 我要讓職棒的關注度 社會也好 少年朋友也好 對這套棒球的關注度 給他提關 提關的 手邊的票房就比較好 手邊的商品也不會撩得比較好 所有相對的附加價值就會提升 對 所以去年我回到疫情 我第一年就是去年 回到疫情 我們總管軍事也不可以撩 總管軍事也不可以撩 我們聯名的收入差很多 對 我去年這樣 也是想辦法 家母 家母 去年聯名的集結 收入了我們成長18% 還成長的喔 成長18% 所以我也說夠做夠 所以我做會長 第一年我跟大家說的 要做的事情 我就做什麼 我說的是我自己說的 我還要面對很多求媒的說 求媒 我解決的事情很多 就經常動不動 就在網路面上 叫會長出來解決 不然就是我的FB留言 會長出來解決 什麼還要解決 譬如說 求 求媒長 求媒長不要有媒長的名 現在你看我做媒長之後也沒有名 以前求媒長都有媒長的名 對 其實那不是我們以前的媒長要簽名 那是因為 全世界管理 你去大聯盟 去韓國 去日本 都有簽媒長的名 但是台灣人 就很難看到 黑白簽名在那裡提字 所以求媒說不就好 不就好 我就拿掉 但是我做兩種求 我也有那個 因為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要互相匯證 求做紀念的時候 我們的求媒長 也有媒長的名 跟我們換媒長 把媒長的名 所以這個我們也有做 但是求媒 去年很討厭 我們就把它拿掉 不過 我們媒長可能做得不夠 現在 我聽人家說 現在比較強勢 就是有媒長的名 那個求媒長 是喔 我們做兩種 這是求媒 告訴我 我不知道我常常去求媒 求媒就會跟我說 說媒長 你的隱藏版 那顆 有你的名字 那顆 我們去哪裡買 沒有你賣非賣品 比賽也沒有你賣 你接到錢大的求 接到借外球 也都沒有簽名 這樣就對了 啊 求的彈性係數 我們也有辦法 求媒說 啊 我們的彈力球 我們也改管 啊 職棒聯盟 整個聯盟的規章 就是拜託我們聯盟的憲法 對 很多求媒現在看球 看得很深入 他希望說 我也希望了解 為什麼你們聯盟怎麼運作 怎麼相關 整個規則是怎麼定 聯盟30幾年都沒有公佈 所以求媒就在那裡呼喊 啊為什麼聯盟的規章都不公佈 我想想的 這也沒什麼 為什麼不公佈 我叫大家來開會 問的也沒什麼 說不出什麼道理 說不出什麼道理 我們就要公佈 所以 職棒對聯盟到現在30幾年 我就要第一次 報到網路面上 讓大家隨時要去查 因為求媒求之欲很強 要知其所以來 所以我講的就是求媒隨時 很多啦 剪電加了沒什麼好 菜判這球判了沒什麼丟 大家就呼喊會長 叫會長出來解決 我尽量做 尽量跟大家解決 所以我常常說 我做什麼要向什麼 我常常說 任何一個位 位帝 都是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做會長 我就是要解決救命的問題 救團的問題 救援的問題 所以保護救援 你給我看 我也完成 這個 運動員的協議 簡單說 以前我們的救援 出國代表 國家出去比賽 萬一受傷 都自己回去國富賽 我們現在團體學位 要幫他選好 救援所有的權利義務 他如果代表國家出去比賽 他如果受傷要怎麼處理 我們都給他選擇 讓救援有這條保障 不是說這樣 一據為國爭光 為國犧牲 你就叫救援 所以救援沒有保障 我們現在團體協約也簽好 是 讓他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所以我常常說 我就是來解決問題 我做這塊 我就是要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都不會做事情 你是跟站在這裡做什麼 你已經是對一堆的球迷 我以前救援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是兄弟 兄弟 因為 因為 他的主場在台中 我做台中人 所以我就一定 這就一定 我對台中的認同很高 所以 這個就是能力 就是說 蔡其昌 雖然是政理人物 但是他去做宗旨的婚長 現在已經整加到兩隊了 本來四隊 現在有衛全龍 現在還有一個是 第六隊是 台港雄英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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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當時要開始加一次 現在已經 這禮拜 這禮拜 我們就是 全部理事會的討論 如果沒問題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們就是正式 拜三就讓他通過 通過之後 我們就要辦一個加盟儀式 通過其實已經算完成 加盟儀式不會是一個 比較老的 一個比較正式的儀式 然後今年這月 他就開始可以參加我們的選秀 台港雄英 就可以開始參加選秀 就是說 今年要做高雄大學 甚至旅外的選手 如果要參加職棒 對 參加台灣的職棒 他們就可以開始選秀 選秀就是選到第一波的球員 明年開始 他們就可以打二軍 打二軍 因為一聲給他打一軍 他用電價 所以他就先打二軍 然後第二年 二軍打什麼 再一年 他們就可以打一軍 所以打一軍進行會經過兩次的選秀 對 還有兩次的擴邊選秀 擴邊選秀 擴邊選秀就是 各隊五隊都可以挑兩隊 這樣就是擴邊選秀 所以就能做一隊 這樣比較好看 比較厲害的球隊 實力比較平均 對 沒錯 這老闆又是誰 老闆就是台港集團 那個謝董事長 那個謝會長 謝會長 我以前也跟他不真實 但是他在念好他就念說他賺錢 賺錢 賺錢很多公司 也很多公司 他賺錢要回饋社會 對 所以他覺得回饋社會的方式 就是體育 所以他先去生立 他先進 腳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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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再來先進 腳串 所以他就是要用體育來回饋社會 用這種關聯 有第七隊嗎 第七隊是這樣 現在要先把第六隊 讓他送過道 我們才說第七隊 我在台灣 我每個人的生活 給隊比較多 對戰組合比較精彩 可以更多救完 我們的孩子 現在國小國中 很多人要打球 我們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這其實不賣 不是賣的事情 對 但是第七隊又比第六隊更困難 因為越後面 成立主委 越少了 因為你救完很好 都叫做經濟了 頂頂 好的求情 因為你也要屬地主義 你想想現在六都 我們最終要第六隊完成之後 六都一人一隊 現在第七隊要來 你就要拚六都以外 或是我們拚成立 還成立第七都 讓他來做主場 讓他來做主場 不然現在你倒是說 所以他拚到的可能 人口所比較少 嗯 你說什麼 叫他兄弟 來做主場 他就比較不利 但是目標也是持續 就是說有機會 我們就去找 我要說 就是說 我們要把環境做得好 製度做得健全 對 對 體驗感到雖然會了解 但是我沒有了解 嗯 這樣會完全 集合就 我相信 有很多人願意來倒立幫助 嗯 所以我就是說 就是說 我做這個會長 我就是認真打拚 跟這個事情解決 所以我說 我做會長就是行動的會長 我用行動來解決問題 我做立法委員 我就是行動的立委 嗯 在我的雙方會很纏爭的地方 對 我就認真 解決大家的問題 你看我們的自來水接管率 這麼多 喔 大安區20% 不是台北市的大安區 是我們台中的大安區 海邊 海邊 一樣 20% 我們現在做 對20% 每年這樣 我們做立法委員 要靠政策 靠政策 這樣做到現在70% 哦 是哦 是啊 就是一年前來解決 你看全台灣唯一一個 就是海調 只要去海邊 要去海邊 要去海邊 沒有這麼做菜 就要去海 那個警察這樣練 這樣 這樣 很多人這樣走來走去 又會帥下去水 很危險 你要知道台灣 是下一院的國家 我們四面臨海 你沒辦法讓大家 投魚 然後投魚不行去做菜 其他這樣 利用10年的時間 對法令 台市跟政府部門 溝通 跟所有的 這個海 要適合海調的所在的管理機關 這樣保護不知道開花開多少次 有到現在副總統做蘇晋昌做 他們說向海致敬 向山致敬 才開始可以接受我過去登記的訴求 所以我們台灣唯一 現在最成功的就是台中港北堤的海調示範區 真的好 我們對付它有 這要靠行動 我沒有行政款 我不是做民意代表 我沒有行政款 靠溝通 靠接吻 靠情緒 靠民間的食杖 大家做位才有辦法完成 所以我說我如果做市長 我就是行動的市長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蔡其章 蔡副院長 優勢以來最年輕的副議長 他剛才說行動 隨時我看有辦法在中華職棒聯盟做會長 然後政家救隊 這也是一個能力 這也是一個能力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民進黨的強棒 那對上盧秀燕這個輸贏的是什麼 因為還有一個變數是民眾黨 可能也有可能會選 蔡扁坤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請教蔡副院長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儀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法院的副院長蔡其章 蔡副院長 由小英主席曾召為民進黨台中市長的候選人 那麼對手是盧秀燕 我先請教這個副院長 民眾黨會選嗎 正常來說民眾黨應該要選 因為他們希望台中市長提名很多市議員的候選人 大家知道這如果有市長的母雞帶動小雞 在民眾黨來講他當然希望 不是台北黨 他希望可以在全台灣國地都有議員的實處 然後有議員的席次 不才有可能生根 有可能發展 所以民眾黨他這次很認真 在台中提名議員 他當然希望議員可以架條規則 但是要架條規則最好的方式就是 有市長的候選人 這是最容易當選 因為有母雞在搶 因為你有母雞媒體就有關注 他們有關注又可以拉 創造話題 然後拉台議員的選情 所以 以站在他們的角度是這樣子 應該會這樣來思考 但是他們在人選上面 他們當然他的科市長的副市長 那個蔡平坤他長期 過去在胡市長時代 他也在台中 擔任做副市長 所以他對台中也有一定熟悉程度 所以我來看 應該是一個民眾黨可以 好好的栽培的人選 因為民眾黨人沒那麼多 好不容易他找到 以前台中市的副市長 是台中人 就是他現在民眾黨的核心人物 這樣剛才很好 不然有的地方 民眾黨想要拿名人 你也不一定一時間找到 所以台中市應該是民眾黨 很重要的一個 爭取的目標 了解 台中的交通 台中的捷運 你是怎麼看的 台中的捷運 其實很簡單 捷運綠線 在胡市長時代 開始整個月 然後喝市長的喝來 完成 這是台中市的第一條 老實說這條已經拆很久 這條老實說 現在高段在那裡 一條走來走去 很高段 了很多錢 因為就效益賣 所以大家很希望捷運藍線 快衝起來 捷運藍線就是台中 這條就比較重要 這條 經過的地方 人口也比較多 重大的 這個所謂的人 人潮聚集的地點也多 因為經過幾百間學校 所以捷運藍線 大家驚望比較多 林市長的時代 就已經跟河頂 中央也都創好 大行創好 結果接給老市長 路市長接手 照理說 他不可以減透 他也要減透也沒關係 但是你減透 你要有能力 因為你要跟改路線 路市長跟改路線 改路線之後會增加預算 他增加 差不多 我印象當中 如果不記得 應該四百幾億 增加四百多億的預算 你要增加我看也沒關係 你就有能力 你改變路線 你感覺改路線比較好 你就有能力去改管 你常常要跟中央唱反調 常常拍空的人 要送給中央 你老年 你也不知道去投錢 你做市長 你就是要有能力去爭取 你也沒有能力 你自己市政府的預算 你還不知道開隊 哪裡去 你自己又沒辦法買單 所以你改這個之後 哇 整個進度就延緩 這種市民最希望的就是 緊通車 緊做好 你也延緩 再來 你改變路線之後 大家沒有去注意 但是中央選區 大家很嚮嚇 你這條捷運欄 哎唷 你經過的車頭 奇怪 改變的路線 怎麼會旁邊的土地 都是你們黨黨的政治人物 還是說最高的人 去擁有的 這不是差不多台灣 三四十年前 那種最惡質的金錢的高格 這種就是大家最突压的事情 結果怎麼會在現在來發生 所以在選區基幹 變成檢驗路市府 檢驗盧秀燕的執政 檢驗盧秀燕的捷運南線 怎麼變成這樣 就沒有在選市長 怎麼可以 檢驗到盧秀燕的關係 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我在看 台中市民的心中 只有兩件事 第一個 不希望有這種 金權的官商勾結 這第一個 所以我如果做市長 我一定重新檢視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盧市長的一定都不對 但是我會重新檢視 讓這些爭議點攤在陽光底下 清清楚楚 每一個 為什麼這個爭議是什麼 如果有違法 那就該違法的 就違法處理 那沒有違法的 有沒有合理性 我們會來廣泛的 聽大家意見 謹速的來做一個決定 第二個 我哪做起定 我會快速的讓捷運南線 能夠通車 我會加緊速度 因為台中市民 就是覺得這堂很久一條 都要蓋十幾年 是 我們要怎麼給他家屬 所以這就是我對這些男生的看法 那 那還請教這個副院長 因為我記得 頂便有已經檢驗到盧市長 就是說 有 要去給年輕人的社會住宅土地 結果他都去那裡不給建設 是 那台中的年輕人 對盧秀苑市長 這些事情的感想是什麼 我感覺 台中市的林口所 對林市長的時代 我們是逐年往上升 林口所越來越多 成長跟盧市長接手 我們現在人口是往下掉 我們對282萬 已經擲下來到280萬 我們還持續在往下 其實這個數字都是危機 都是城市的危機 城市就是簡單說 出徵率下降那個大家都一樣 可是過去為什麼還能夠成長 是因為大家覺得台中 是一個宜居的城市 很適合大的地方 所以大家願意幫你 願意幫你 你就知道 如果要幫住的人 大部都是年輕人 因為你說一個 已經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 沒有啦 他要住在自己的故鄉 比較習慣 所以大部都是年輕人 所以這標示什麼 台中市 可能年輕人搬走了 或者別的地方的年輕人 不願意進來 我們不談出生率跟死亡率 然後我們只談 移入跟移出 所以這個是台中這個城市的危機 所以解決這個城市的危機 你要打造 讓對年輕人非常友善的城市空間 這是什麼 就是社會住宅 這是居住正義的 因為台中市這幾年的市 房地產的價值飆升 當然這也是一方面 台中市可能就是 供需的問題 上面有很多問題 但是標示 處境一定高 年輕人要在台中 定居買一個房子 老實說難度越來越高 所以社會住宅的推出 就是很要緊 這個台中市 盧市長 他當然去把一些土地買掉 本來要去土地買掉 這我 不要再花時間說這個 我要說我很理想 但是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調整 我其實意見不大 就是說 或許你當市長 你覺得 某一塊地來蓋比較好 某一塊地來蓋不好 那你要移轉的過程 只要不涉及土地 不涉及違法 老實說 你自己要怎麼刷 我怎麼有意見 但是我如果作為一個 台中市的少年家 還是想要搬來台中市 我只要看的是 你去幾乎了 林市長幾乎 這些乎屬 你有法度 不要說你自己再幾乎 你只要落實林市長時代 規劃的就夠了 我手上的資料 我看到的是 很多中央 很多中央 營建署想要在台中市 蓋的社會住宅 那個市政府的效能是 牛不化 超慢就對了 所以營建署 我去營建署 營建署就跟我說 市府都要配合 速度都很慢 那社會住宅在蓋也會遇到一些爭議 譬如說有人把它汙名化 認為社會住宅就是好像 這個是嫌惡的建築 市府要去溝通 市長不是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你要讓 年輕人家有一個家 年輕人家可以安基農業 你不是要去解決這個困難嗎 但市府的態度就是不解決 就讓他放在那裡 我對中央 我常去跟營建署罵 也說我們台中的社會住宅怎麼起這萬 他就給我回應很多 我有數據有資料 這間有什麼萬 不管你們在哪裡 市府就是這幾年就是 沒有興趣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社會住宅有可能有爭議 市長就是反而有爭議的 他基本上都不處理 他是去負責嗎 你說總共要去負責嗎 沒有 他是 給他做市長做三年 我到底是去負責嗎 他當然有公佈一個手禮 但是這個手禮很多都是 還有興建中的 不過我找時間 我會很詳細 來跟大家做一個 我會透過一個記者會 來跟大家做說明 我現在說一些理念性的明明 就是說 我來做市長很簡單 我一定要先 解決這個社會住宅的問題 社會住宅的速度 它的品質 整個環境 跟周邊的融合 這一定要 這是重中之重 如果社會住宅的 沒辦法解決 台中市 沒有機會 因為對年輕人來講 住在這個城市 挑戰太大 所以我要說 對我來說 數字是關鍵 就是你蓋貨貨是關鍵 你要刷租資料 你不違法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要看的是 你這幾年蓋貨貨的素量 是不是滿足大家 我老實說 數字很低 沒有 沒有達標 對我來說 那算很慢 算很消極的處理社會主宅 是 這邊小英主席跟你爭招 近前 我看港黨的核心存委員 也有政策 是 那另外是前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的局長 也有說他要選 那 這個 東來 因為後面有人說 這個後面的政國會 那你是新潮流 所以 可能沒有團結的象徵 你看這個 黨的這個綜合有問題嗎 完全不會有問題 鳳一個你 這個店 我想有聽眾朋友 或是很多支持的朋友 也不用擔憂 你要對其中有信心 他相信我的綜合能力 絕對會很快的把這事情都處理好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很簡單 我在 因為我們知道制度是徵兆 不是初選 所以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和新潤委員也都有聯合 因為我們兩個不是對手關係 我們兩個是同志關係 這是我們表達一個態度 跟中央說 如果需要我出徵 我絕對全力以赴 我也有信心的贏 台度就是這樣而已 因為新潤委員他感覺 當然我是副院長 我也比較主親 所以我經營也比較久 所以 新潤委員要表達 他想要更強烈的來表達 他很有意願出戰 所以他動作就會做大一點 這個都可以合理的 我們都可以合理的去 站在對方的立場替他想 所以我一直在跟我的支持者講 我們 只要冷靜就好 我們不用去做這些事情 就當去處理 我說這東西 我也是要說 因為 如果當時 大家在那補充競爭 競爭就一定會說歹位 這一定會 大家說 你叫什麼 我沒叫什麼不行 你叫幾個議員 我如果沒贏過你不行 大家這樣補充競爭 所以你看 我整個過程裡面 我講過 為了整合 所以這個階段 我們就是 互相祝福對方即可 保障就好 保障就好 保障說 無論我今天提名心存 我也很放心 可以說 真好 要支持 因為他也給我好 一樣 如果現在正在我 我一路都給他心存很好 心存也會很感謝我 所以益川 包括益川要選的時候 我也都不意見 我也是說 多人表態 表示民進黨人才濟濟 多人表態 爭先恐嚇的要挑戰盧市長 可見盧市長也沒想像中那麼強 這就是互相祝福 教練我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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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我們隨時本來就可以很密切的聯繫 沒有問題 所以 在選隊會通過我的時候 因為他也是選隊後委員 所以他也對我標示中序 我教練我也標示 有很多 中大 特別是交通 社會住宅 有很多中大的建設 家梁東那裡的整個都很好 我會請他 他也很歡迎 他絕對來支持我做我的好頓 所以我想 所有的人 在這兩天 時間來 我都跟他做 都跟他們聯絡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我會展現一個最團結的團隊 要來服務市民的團隊 我們會很快的時間把它整合起來 用最團結的方式來迎回台中 大家瞭解我的構想 大家也知道 我雖然 民進黨就是有派黑 但是我雖然有派黑 但是 我 在立法院做分譯 只割一派黑我不對 我沒辦法做分譯 所以你看我做一瓶 我不是做一瓶 現在又連瓶 所以標示就是說 我有力 跟民進黨不趕快派黑 我雖然沒辦法讓大家全沒辦法 還是我可以有基本的政客包容 沈天讓大家可以跟我騎作會 我作會 所以我盡量可以去做這個 我已經過去 我也已經長期以來 這不是現在才做 我長期以來的角色 我長期以來 這是我的強項 那副院長 副院長會辭掉嗎 會 會不會辭 其實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這就是說 我們在討論的是代職參選 可不可以 或者要不要代職參選 當然可不可以 這個沒有問題 法令本來就沒有規定 但是要不要 那就每一個人的選戰策略不一樣 就是說每一個 因為現在幾乎大家都代職參選 在選議院 你說盧市長他的職就是市長 我的職就是副院長 也是立委 譬如說 假設國民黨提名蔣萬安 蔣萬的職也是立委 他絕對不會辭職 所以每個人都帶了職 譬如說我們宜蘭 民黨拿名宜蘭 他也是立委 他也是宜蘭市長 要選宜蘭館長 他也是職 所以每一個人 他的選戰的節奏 選戰的策略 都是每個人自己去調整 那原來我們的職 其實都是人民選給我們的 就是說我原來的職 我現在就算 我現在在接受你的訪問 我明天在早上 我就還要去立法院 行使人民 賦予我的權利 就是我要去主席會議 明天就要去主席議會 我回來 就還要改觀人民 我現在手頭還有很多 教育的問題 地方這些比較偏鄉學校 偏鄉孩子 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 我就想辦法去改觀 去建築 所以我還在執行 雖然我是候選人 可是我原來的職務 我還是很認真的 要把這些事情做好 了解 所以我的職帶著 是因為我還在持續 做原來的事情 那我下一個 要我黨徵召我 要代表黨去出徵 那代表著我要替黨去打這場仗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政治人物 都有他的考量 所以我也沒有說 我一定要持 或者我一定不持 所以我告訴大家說 代職參選是一個問題 那每一個政黨 每一個候選人 都有各自的考量 那我的部分 我也是一樣 那我會整合我們內部的意見 就是說我選下去 競選的團隊組起來 選前也開打了 現在他們大家知道 每一個政黨都要不登記 沒有政黨 如果有什麼 我就要繼續把我立委 跟婚姻議員 確實做得好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立法院的副院長蔡其昌 蔡副院長 同時也是我們的 中華職棒的會長 現在民進黨徵召他 選台中市長 那在這裡祝福這個副院長 一切都順利 好 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